歡迎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十一月二號 星期四的公序早安新聞 我是鄭惠仁 首先帶你來關心到 臺灣和馬來西亞警方合作 破獲一起詐騙機 方案 他們專門跨海詐騙中國人 還有海外的華人 有十九名嫌犯是臺灣籍 昨天晚間 馬來西亞警方先遣送十人返國 其中有四人是有案再生的通緝犯 桌上陳牌手機 全是詐騙工具 馬來西亞今年七月 尋現破獲一起詐騙機房 一共逮捕四十九人 包括三十人中國籍 十九人臺灣籍 他們涉嫌假冒檢警 跨海騙中國人及海外華人 本次破獲跨國詐騙機房 關鍵在臺馬合作 排在最前頭的二十八歲 林姓嫌犯 二零一九年九月 因為販毒遭判十六年定宴 隔月他就搭機 前往馬來西亞 警方鎖定後 將這份勤資轉交給馬國移民署 順利逮人 一日先遣送十名台籍嫌犯返國 這次我們提供的這些海外的 通緝犯的這個資料 給馬來西亞的移民總局 跟他們做勤資的合作 那馬來西亞的執法單位 也根據我們提供的勤資 順利在當地破獲了一個 跨國的這個詐騙的機房 十月初南美洲秘魯 也曾經破獲詐騙機房案 六名臺灣人以高薪誘騙 四十三名馬來西亞人 關在房屋裡一天只給一餐 警方懷疑兩個集團的上游 可能來自同一批人 後續針對這些犯罪者的這些犯罪結構 我們也會在持續相當溯源的追查 從馬來西亞首批遣返的九男一女 通通送往新北地檢署 其中被通緝的四人後續歸案 警方也將持續追查類似台版柬埔寨詐騙手法 是否被複製到國外行騙 記者陳冠勳 詹屬於朱鳳志中健康綜合報導 根據法務部統計電信詐欺案三年成長三點六倍 民眾黨團就推估今年全年可能就有二十萬件的電信詐騙 呼籲NCC要加強門號源頭控管跨部會查契部法集團之外 因應假訊息的詐騙猖獗更應該要制定專法 有民間企業日前公布一份二零二二年詐騙解析 全球通訊詐騙量突破四億次 其中簡訊詐騙佔比持續創新高 比近八成 在一黨抨擊 在台灣新收到電信詐欺案件 三年來也成長三點六倍 但未看到NCC有具體作為 民眾黨痛批NCC日前宣稱電話號碼開頭加886 攔截率高達九成以上 但檢視今年一到八月新收電信詐欺案件 有十五多萬件 估計全年可能逼近二十萬件 政府作為不夠積極 而國民黨立委也指出 詐騙集團利用不記名的網卡來犯罪 讓追查困難 NCC應該從源頭控管 可以使用台灣地區 中國地區 台灣大哥大中華電信 而且根本就是挑釁 下面還有寫說 卸決詐騙集團 詐騙用途等犯罪行為 請勿購買 它不只第五銀三百兩嗎 它沒有任何的登記 所以第一個要處理 這個非實名字的部分 NCC強調 目前針對電信詐欺 祭出請電信業者 攔阻可疑門號 對國際來話 增加語音警示等措施 也利用詐騙關鍵字 以及AI技術分析 進行簡訊欄阻 今年以來也發送出 一億兩千多萬則簡訊 提醒民眾盛放詐騙 記者宣傳臨間台報導 關心總統大選 侯友宜 柯文哲和朱立倫三人 在週日晚間密會 但對於總統的人選 是依舊沒有共識 侯友宜到雲林提出農業政策 喊出老農不用繳健保費 提高工糧價格等 柯文哲則拋出能源政策 二零三零年的能源佔比 核能是百分之十 核二跟核三要研議 民進黨賴清德 輔選立委 中職會是通過 徵召黃捷 接替趙天麟 希望高雄八席全上 來到園林胡偉 參訪花田以及花生加工廠 國民黨總統參選侯友宜 由前立委張家俊陪同 跟地方博感情 也提出新的農業政策 當選後要將老農津貼 增加到每個月一萬塊錢 老農不用繳健保費 農田水利會回歸農民 也要提高工糧價格 侯友宜不斷端牛肉 但前一晚跟朱立倫 柯文哲三人密會 總統人選卻還是沒有共識 會議喊話 不要再堅持就有的方式 柯文哲則表明朱立倫 要先提出明確方法 在決定之後是否要再見面 一號柯文哲則召開 氣候及能源政策記者會 並且提出二零三零的 能源佔比規劃 柯文哲認為台灣不應該 為了廢核倉促發展綠能 必須在科學與安全的前提之下 讓核二跟核三研議 核四則要安全總體檢 反對民進黨二零二五非核家園 博賴清德進辦則回批 這項能源政策沒有具體規劃 是在製造對立 賴清德近期也努力輔選 立憑國會過半 一號民進黨在中職會 通過徵召黃捷接替退選的趙天霖 投入高雄立委選舉 賴清德稱讚黃捷年輕有為 完全符合民主大聯盟的原則 希望所有黨公職團結一致 互相支援高票當選 記者綜合報導 至於立憑獨立參選總統的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和副手賴佩霞 昨天是前往台北市選委會 遞交選舉連數書件 但沒有公布送件的數量 也會回應是否會參選到底 郭台銘連數期間 各地是陸續傳輸不法情勢 檢調也大動作前往北北積桃的 多間連數站搜索 親自推著一箱箱連數書 立憑獨立參選總統的鴻海創辦人 郭台銘與搭檔賴佩霞 到北市選委會遞交連數書件 發表簡短談話後 郭台銘就轉身離開 對於媒體提問是否參選到底 連數書送件數量有多少 都沒有回應 郭伴則表示 由於二號中午才截止收件 因此要等全數送進選委會後 才會公布份數 不過透露總數遠遠超過 二十八萬九千六百六十七人的門檻 然而連數期間 各地陸續傳出正義 位於基隆的郭台銘連數站 緩緩拉下鐵門 因為招人檢舉 有贈送每位連數人 品裝米酒的狀況 檢警一號上午同步搜索 北北基頭四個地區的連數總部 要進一步釐清是否有不法情勢 而外島金門也查獲三人 涉嫌收購連數書 其中一名林姓男子被收押 另外綽號中奎的竹聯邦大佬 身兼統促黨副主席李宗奎 涉嫌以一份三百元換取連數書 被北檢約談後交保 還有新竹縣新埔正名代表會主席王增基 與國民黨前中常委范成連 也因涉及提供民眾四百元獎金 幫郭連數遭新竹地院羈押禁見 國民黨考計會則對范成連 做出開除黨籍的處分 委員一直決定 對於他的這個行為 我們處以開除黨籍的處分 任何事情 其實議題我都不要分析 我講過我是專注做一件事情 把專注做 進我的力量做到最好 然後往後請官來評價 被問到違法連數事件連環報 郭台銘沒正面回答 只說會專注完成連數 郭敬辦則強調 違法情勢都不是在官方 站點發生 全力配合司法調查 也表示不會影響到郭台銘的參選資格 帶你來關心天氣 今天各地都是晴朗穩定的好天氣 不過這邊要提醒大家 各地的時候中午都有機會 是來到三十三十一度 不過白天清晨 低溫可能只有二十二十一度 所以日夜的溫差很大 空曠地區溫度甚至還會更低一點 溫差會來到十度 今年清晨最低溫 是在新竹關西的十六點五度 另外清晨在雲林以南的地區 可能會有低雲 或者是霧影響到能見度 出門行車要注意安全 各地的降雨也都不太明顯 透過這個定量降水預報圖 就可以看到 除了在東半部靠近沿海的地區 是有零星的些微降雨情形 整個西半部以及山區 大致上都不會下雨 甚至會是比較暖熱的天氣 中午前後 山區午後的雷雨狀況 也是不明顯 這樣的天氣會持續到週末 下週又會有新一波的 東北季風報導 到時還是要隨時地 來留意天氣資訊 關西環國內的天氣 持續帶您關注到的 就是全世界寬度最大的瀑布 位在南美洲的伊瓜蘇瀑布 最近因為連日的大雨 水量來到將近十年最高 壯觀的景象讓遊客驚嘆不已 滾滾洪流傾瀉而下 不斷激起水花 遠看宛如冒出白煙 橫跨巴西和阿根廷邊境 總寬度超過四公里 平均落差七十幾公尺的 南美洲伊瓜蘇瀑布 原本就極為壯觀 最近因為巴西南部連日暴雨 星期一水量達到 每秒兩千四百二十萬公升 是平常水量的十六倍以上 創下二零一四年以來最高 由於水位高漲 當地知名步道已被淹沒 無法通行 但還是有不少慕名而來的遊客 看到壯闊的瀑布景觀 開心不已 是很美的旅遊 是在這年 現在,在這年 有很多水平的水平 是很難受的 我們可以做出的 但這不是很難受的 但這不會是在這年 這次我來認識 這次我來認識 關於是三十年前 我認識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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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年 衣瓜酥瀑布最高水流量是在二零一四年 當時官方記錄是每秒四千六百三十萬公升 衣瓜酥由兩百七十五個瀑布組成 比全球平均流量最大的尼加拉瀑布更寬 更高 被票選為世界星期大自然奇景 衣瓜酥瀑布星期二的水量下降到每秒一千八百一十万公升 但基於安全考量 目前主要人行道仍然關閉 公視新聞全民編譯 萬聖節應景的南瓜 今年是受到干旱影響 不但產量減少 連個頭也變小 迎接萬聖節 從美國白宮到英國的動物園 都少不了布置南瓜來慶祝 南瓜的市場需求很高 不過美國中西部種植南瓜的農人 今年卻高興不起來 因為近來鬧乾旱 水分的供給非常不穩定 衝擊南瓜的產能 來自科羅拉多州的南瓜農說 後來他決定將種植南瓜的數量 減至過去的五六成 也有其他南瓜農表示缺水導致欠收 南瓜果實也因此變得比較小 南瓜農指出 由於今年南瓜產量減少 加上燃料及人工等各項成本因通膨而上漲 使得今年市場上的南瓜價格比往年要貴 而變貴的不只是南瓜 受到極端氣候以及病重害的衝擊 美國 巴西 墨西哥等主要柳城產區的產量大受影響 導致紐約柳城之起貨價格 三十一號一度創下美磅4.17美元的歷史新高 之後回落到美磅3.83美元 但今年以來 柳城之起貨價格漲幅已高達九成 公視新聞的惠民便衣 帶您來看到今天的早餐書報 首先看到聯合報的部分 中國前總理李克強的遺體 今天將在北京火化 為安高度戒備 要求前來悼念的民眾放下花柱立即離去 為安人員還會將花束裡的悼念卡片抽掉 以防刺激集體情緒 葬禮將比照二零一九年過世的前總理李鵬 屆時 天安門等中國各級政府所在地 都將降半期致哀 接著看到自由時報 房市的買氣低迷 不過車市卻是強強棍 最新出爐的汽車銷售戰報 十月全財新車掛牌量達到四萬零五百輛 年增百分之十點七 累計一到十月共三十九點零二萬輛的新車掛牌 年增百分之十二 創十八年來同期新高 最後看到中國時報 又有藥品出包 食藥署昨天公布兩項藥品回收資訊 包括市占率將近八成的永峰石鹽水注射液 被發現有黑色懸浮物 緊急回收四萬七千代 另外劍橋維生素B十二延藥水 由廠商主動通報 產品主成分含量不足 啟動回收六萬一千瓶 這也是劍橋B十二連續兩年出包 而十一月是有多項的醫療新制上路 包括為提供三歲以下幼童全方位照顧 幼兒專責醫師制度在昨天上路 還有公費流感疫苗第二階段 也在昨天開打 對象是五十到六十四歲 無高風險慢性病的成人 公費流感疫苗第二階段十一月一號起開打 對象為五十到六十四歲 無高風險慢性病成人 群立南港旗艦店上午設置接種站 提供三百劑高端流感疫苗 有不少民眾一早到超市購物 順便來打疫苗 除了流感疫苗之外十一月起還有許多健康 醫療新制上路 例如健保署放寬 急性缺血性腦中風 機械取栓術執行時間 從原本八小時延長到二十四小時內 預估每年可以減少一百八十八位中風 失能病人 另外考量零到三歲是幼兒 黃金發展期 衛福部宣布 全國二十二縣市全面推動 幼兒專責醫師制度 每位新生兒出生後 都有一位醫師負責照護 定期提供疫苗注射早期篩檢等 我們有一些固定要做的預防注射啦 還有一些健康檢查 還有一些牙齒塗縫 還有一些這個所謂的大便卡的篩檢 等等的 這個幼兒專責醫師都會整個幫他做 一個評估 此外為了提升糖尿病照護品質 健保署也放寬血糖監測支付條件 將懷孕之第二型糖尿病 或認成糖尿病 而且接受胰島素注射者納入給付範圍 希望能在運程監測血糖 降低生產風險 記者綜合報導 駐地醫療直升機臨天航空 昨天載運一名澎湖監獄的收容人 前往高雄就醫 不過落地時救護員是突然被攻擊頭部 出現了頭部外傷 腦震盪等症狀 救護員占不提告 但憲服強調 救護員受到醫療法保障 強力譴責暴力之外 也會積極調查 若有違法也會開罰 逼著左側太陽穴周圍受傷的學姓 救護員遭介護送醫的收容人 揮拳 驗傷後有頭部外傷 腦震盪等症狀 突然的清醒起來 那在飛機上亂開 那個我們的氧氣瓶 那因為氧氣瓶這個東西 是屬於危險物品 在這他關閉氣閥的過程中 就忽然的揮手 就是朝我頭部攻擊 正行發生在週二傍晚 澎湖監獄一名收容人疑似腦梗塞 醫師判斷需轉往高雄長庚治療 在兩名介護人員陪同下搭乘 林田航空的醫療直升機後送 剛抵達高雄 徐姓救護員要將人從機上擔架 以往救護車時就被打 林田航空表示 同仁基於人道立場 占不提告 但希望醫療暴力別再發生 同仁現在是保留他法律追溯的權利 他目前暫時不進行提告 但我們還是嚴厲譴責這種醫療暴力的行為 有醫師評估說他方向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有需要的話 我們就會主動幫他提起 那依據醫療法去幫他爭取應該有的權利 澎湖縣長陳光復強烈譴責暴力 責成衛生局調查 衛生局表示會要求航空公司 自在加強防範措施 將在暴力 精神疾患 或者法定通報 傳染病患者申請醫療後送時助劑 保障後送人員生命安全 也提醒民眾對醫師人員有 脅迫恐嚇等非法行為 恐觸犯醫療法 將面臨五萬罰還 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救護員也受到醫療法保障 只要積極調查 若證實處法 將開罰 記者王庭 陳顯昆 屏東報導 高雄五甲公園有民眾募集 家長帶著孩子使用旋轉型的 郵具時 疑似是因為轉速過高 讓孩子因為離心力摔倒 醫師就提醒 類似這種郵具 對於年紀太小的幼童不適合 可能在高速旋轉下造成暈眩 或者是在離心力下摔飛 而造成腦震盪 使用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 小男童坐上郵具 爸爸使力 讓他三百六十度旋轉 他以畫圓的方式旋轉 又童抓不穩 從郵具上摔落 另一個同樣是旋轉型的郵具 也看到男童在使用時承受不了 離心力而跌倒 驚險畫面讓民眾看了憂心 醫師提醒 高速轉動下可能讓幼童 嬰兒時脫落出現暈眩症 也可能當下離心力過大 導致孩子跌倒 出現腦震盪 或頸椎受損的狀況 其實相當危險 很可能他之後常常會有耳食症 暈眩 莫名其妙就暈眩摔倒 那再來就是說腦部經過激烈的晃動 微血管破掉 那將來就是有類似頭痛 甚至脖子的血管裂胎 然後造成裡面 例如說腦出血 警察影片該孩童年齡未輔合 該郵具使用5至12歲規定 公園處將加強宣導郵具使用規定 重回現場發現五甲公園內有公告 擺檔式旋轉郵具必須5歲到12歲孩童 才能使用 高雄市公務局公園處表示 公園內的郵具都有依國家標準規範檢驗合格 也有分區設定使用年齡 將加強宣導 也呼籲家長流行規範 避免發生意外 記者王庭陳顯坤高雄報導 高雄有民眾是看到外送員在機車上放平板電腦 趁著在等紅燈的時候看劇引起討論 警方提醒開車騎車時 如果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 最高可以罰三千元 機車龍頭架著超大的螢幕框 裡面放著平板 外送員趁著等紅燈邊追劇 同一位外送員上個月底接連兩天 分別在高雄前鎮跟林雅區被民眾目擊 等紅燈時追劇 被戲稱是時間分配大師 但這樣的行為 連其他外送員都無法認同 隨著外送平臺發達 路上或餐飲店外 隨處可見外送員在取餐送餐 外送員在龍頭上架螢幕 無非是想趁著等餐或停等紅燈時打發時間 但若騎車時操作手機或平板 容易因此分心 以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如於民眾拍到的影片中 外送員並沒有以手操作平板的畫面 警方表示恐怕無法開罰 但追劇行為仍造成觀感不佳 平臺表示會暫停合作 請外送員重新接受道路安全訓練課程 且通過測驗後 再評估是否繼續合作 記者陳懷孟昭全高雄報導 因為勞資糾紛多次減班停時的 台中市公車業者四方公司 傳出可能要停業 台中市交通局表示 目前尚未接到停業申請 但四方公司經營的十三條路線 都已經無法發車 改由其他業者代史 以啟動收回路權程序 至於勞資爭議將在七號再次協調 民眾來到後車停 怎麼樣就是等不到平常搭乘的公車 原來他要搭的路線是由四方公司所經營 現在已經由其他業者代史 但班次少了許多 台中市公車業者四方公司 因為經營不善積欠員工薪資 引發勞資糾紛 從九月初開始 陸續無預警停時 十月份更引發罷工 不少駕駛表示 公司將每個月的薪資 分成兩次發放 但卻只拿到了基本薪資 另一半的績效 變動獎金一再拖延 至少一個半月沒有拿到薪水 也讓大部分的駕駛選擇離職 而四方公司的停車場 因為基建廠出已經被斷水斷電 大部分的車輛都沒有發車 所經營的十三條路線 已經全數由其他的業者代史 台中市府表示 目前運能大約維持五成 至今業者尚未提出停業申請 已經啟動收回路權 而勞資雙方也將在七號再次調解 經營各業者皆面臨能力不足 故需調配部分原有的路線駕駛 能力來支援部分運能 故目前交通局客政辦理 收尾公車路線 經營全資行政程序 台中市政府勞工局將是調解結果 提供勞方必要的協助 以保障勞工權益 台中市勞工局表示 目前有六十六人申請勞資 爭議調解 勞資雙方初步達成共識 將進一步討論工資和遣散費 而截至一號傍晚五點 四方公司仍沒有任何對外的說明 記者林健身王榮濤台中報導 物價持續上漲在台東縣的四家經營離島客輪業者也傳出要調漲票價 來回一趟預估要調漲兩百元左右 以台東到蘭嶼為例 來回票價可能會來到兩千四百元 目前已經有一家客輪業者向交通部航港局完成備查 還有一家業者正在審核 另外雅家兩家的業者也要送件 這也讓當地的居民擔憂 可能會影響觀光 台東縣離島的綠島和蘭嶼平均每年大約有五十萬人次前往旅遊 由四家客輪業者經營離島航線 現在傳出業者以營運成本逐年升高為由要調漲傳票票價 已經有一家業者向航港局完成備查 售票處的電子看板也顯示即將調漲票價 綠島的來回票從原先的一千一百二十元要調漲到一千三百二十元 蘭嶼來回票從原先的兩千四百元 要漲到兩千八百元 當地居民和遊客都不希望漲價 擔心影響觀光 可能會稍微考慮一下下 但是想去還是會去 因為你進去綠島你又多花那個兩百多塊 有些人就會覺得可能他可以選擇去別的地方 現在是離島觀光淡季 業者還沒有調漲 可能要等到明年 另外還有三家客輪業者也打算跟進調漲 陸續會送件到航港局審核 台中縣政府表示 業者調漲票價 縣府無法干涉 不過要求業者要顧及離島居民交通權益 那影響的部分目前我們了解起來是針對遊客的部分有規劃要調漲 但是對於綠島鄉親搭乘的部分是不受影響的 縣府強調一旦票價調漲會要求客輪業者提升服務品質 包括把目前以現金購票方式改為多元行動支付 也補助業者建造新客輪 提供遊客舒適的海上交通 根據埃及消息人士以及一名巴勒斯坦官員的說法 這些人是在埃及以色列跟哈馬斯的斡旋下成功獲准越境的第一批 一位熟悉埃及計劃的外交人士表示 大約有7500名持外國護照人士將在兩週內撤離加薩 關口放行幾個小時後 哈馬斯持續朝以色列南部發射火箭彈 過去兩天 一軍在與哈馬斯的激戰中有十多人陣亡 當天稍早 以色列連續第二天空襲賈巴利亞人口稠密的難民營 即擊斃中央賈巴利亞營指揮官畢亞里之後 哈馬斯反戰車飛彈單位指揮官阿薩爾也遭殲滅 一位西方官員消息來源表示 拉法關口的撤離放行與其他議題 例如釋放人質 要求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同意為人道而暫時停火等無關 美國白宮認為哈馬斯未來無能治理加薩 速度走訪中東的國務卿布林肯預計三號訪問以色列跟約旦 公事先玩黃韻人便宜 以哈衝突恐怕引爆石油危機 世界銀行警告 如果這場戰爭擴大到周邊的產油國 並且使阿拉伯的石油禁運世界重演 國際原油最高可能漲到每桶一百五十七美元 打破兩千零八年七月布蘭特原油創下的每桶一百四十七點五美元紀錄 以色列與哈馬斯持續對峙 目前看不到任何停火的跡象 世界銀行發布最新大宗商品市場展望 報告警示 若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戰爭擴大這周邊的國家 恐怕使一九七三年阿拉伯石油禁運事件重演 國際油價最高可能漲到每桶一百五十七美元 吳俄戰爭發生的時候油價也是漲到最高一百二十三 那但是後來就回跌 那它大概的影響大概都是短期的影響 實際上要回到基本面 根據EIA的資料 那供需是有一些供不應求 但是在明年應該會改善 學者表示 儘管以色列十月初正式對哈馬斯宣戰 但西德薩斯中指原油期貨 十月下跌百分之七點五 跌破每桶八十三美元 而布蘭特原油十月份下跌了約百分之四 跌破每桶八十七美元 在近期國際油價波動較明顯下 國內因為有浮動油價機制 因此認為對國內油價衝擊並不大 但依據中油最新公告的航空燃油價格 已經達到國內線運價調漲的門檻 因此航空公司從十一月三十號起 全面調漲國內線機票的價格 漲幅百分之二點七到百分之七點四不等 其中華信航空 台北飛機門的航線 票價從原本兩千四百五十九元 漲到兩千六百四十一元 貴了一百八十二元 以前不用花這麼多錢就可以出去玩 現在要花那麼多錢 當然我會考慮嘛 那出油是一定要的話 那就是從其他地方截流 然後然後盡量不要去亂花錢 民航局表示從二零一四年至今 國內線共有四次調價 三次調漲 今年九到十一月 國內航空燃油平均價格 每公升二十八點零一元 已經高於國內線運價調漲 門檻每公升二十七點二五元 因此各航空公司一交通部 所核定運價上下線 調漲國內線全額的票價 回期兩天的人工智慧安全峰會一號 在英國召開 一共有近百位全球各國代表與科技巨頭 與會 第一天的議程結束後 英 美 歐盟和中國等二十八國的政府代表 是共同簽署了布萊切利宣言 誓言強化全球合作 因應AI安全議題 這也是第一個針對監管AI的國際宣言 英國科學創新與科技大臣唐蘭 一一和與會代表握手之意 表示歡迎 為期兩天的人工智慧安全峰會一號 在英國召開 首日議程結束後 二十八國政府代表簽署 通過布萊切利宣言 擬定一系列風險因應計畫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發表演說時 呼應總統拜登十月三十一號 簽署的一項行政命令 宣布美國將設立AI安全研究院等措施 檢視AI系統風險 另外中國也受邀出席峰會 派出科技部副部長吳曹暉 跟學界與業界代表與會 引發英國政壇部分對中鷹派不滿 這是全球首場AI峰會 會場就位在距離倫敦市中心 約八十公里 二戰時破解敵軍密碼重鎮 布萊切利源 二十八國政府代表七個國際多邊組織 以及超過八十個學術研究機構 企業跟公民團體前來復會 學者與企業巨頭也強調 因控管風險 雖然布萊切利宣言並未如部分英國政治人物所願 在英國設立AI國際測試中心 但已替未來國際合作提供初步範本 下一場AI安全峰會預估半年後 在南韓登場 一年後折換法國舉辦 公司新聞 這位仁 中介剛協議 今年亞太金和會 APEC將於十一月中 在美國舊金山登場 美國總統拜登 和這個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都會出席 由於美中在關稅 晶片供應鏈 以及台海南海問題上 持續的陣風相對 雙方的外交系統 在敲定高峰會的同時 也都預期拜席會 將會有相當尖銳的對話 這是去年十一月 印尼主辦的G20高峰會場合 美國總統拜登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見面握手的畫面 事隔一年 兩位領袖又將在 旧金山APEC領袖會議上會談 對於雙方溝通的議題 中國外交部在部長王毅 結束訪美行程後強調 兩國必須回到一年前的 巴黎島共識 進行有建設性的對話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在30號的記者會上 重申中國反對臺灣獨立 並強力要求美方遵守所謂的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通往旧金山 不會是一馬平川 不可能靠自動駕駛 為此雙方要切實重回巴黎島 把兩國元首的共識 真正落到實處 排除干擾 克服障礙 稍晚美國白宮發言人尚皮耶 不約而同的指出 雙方都預期這場峰會 兩位領袖勢必會激烈交鋒 面對記者詢問這場峰會是否將提到美中貿易戰 包括關稅 晶片供應鏈等議題 美中雙方也都沒有具體提到詳細的會談內容 公日新聞 序佳人編譯 交電轉回到國內 臺灣瀾潭近期涉賭 疑似假球案延燒 T1台南台綱烈鷹發出公告 球員陳靜桓涉入相關案件 雖然沒有直接證據 但球團秉持最高道德原則 命陳靜桓離隊 藍協邀請 Plus League T1聯盟和SBL代表針對 防賭假球及賭博 舉行緊急整合會議 決議更積極因應做法 包括增設專職人員 負責防賭及假球事務 同步規範裁判簽竊結書 若涉賭或假球付高額違約金 及損害賠償責任 再加強並統一各隊懲處方式 整合球員合約 我必須承認有很多規定 所謂的牽賭跟假球 沒有規範的那麼細 那這次的事件突然來得很快 而且影響層面很廣 也趁這次教訓 趕快明確化很多規範 還有不少細節得商討 但張誠中強調 藍潭因此大地震也在所不惜 而藍協會議前 T1的臺南臺岡列鷹發出公告 球員陳靜桓未入球隊前 在他隊涉入相關案件 所以為有直接證據秉實最高道德原則 先命他離隊 台南20232024球季開打前 幾乎被涉堵事件籠罩 本季在出發且經營台中和彰化雙主場 PLUS LEAGUE 福爾摩莎夢想家擔心有球迷受影響 不在進場看球 愛惜自己的羽毛 對啊就是 就算是個人行為 就還是要去多多加注意一下 如果真的有這些人做這些事 那這些害群字嘛 就是這一次就把它全部一次清掉 那可以讓這個環境更好更乾淨 從看板球星到制服組 田磊希望球員們節身自愛 總經理韓俊凱更指出若球員犯錯就是直接開除 而現行各隊和球員合約不能公開 期待聯盟和籃協定出明確規範 可讓球員瞭解 這就是規則 沒有例外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王新中 台北報導 台北市土方工會前理事長 在任職期間 涉嫌跟土資場車隊共謀 標下南港一處土石清運工程後 把北部的廢土 運往中南部郊區氣質 一年多來賺取將近兩億元暴力 經過檢方偵辦後 全案癥結 依違反廢棄物處理法等罪嫌 起訴清運業者等多達六十三人 一輛輛貨櫃車停靠在路邊 半夜不睡覺 載著滿滿沙石 從台北一路往南跑 趁夜晚無人偷偷把廢土朝偏僻地去到 一年多來 氣質的土方高達十五萬地方米 涉案人一個個被移送 連臺北市土方公會都淪陷 走在最前頭就是時任理事長王建祥 承攬南港一處大型工程廢土清運 涉嫌指示司機在往雲嘉南等地 非法棄制回天 包含他在內多達六十三人 检方一號提起公訴 检方查出業者用每立方米九百元價格 標得清運工程花了一些錢疏通土資廠 交對方假意配合 在與車隊勾結運往中南部爛道 大賺黑心錢 儲估不法獲利高達1.9億元 直接用違法手段賺暴力 對環境來說更是一大傷害 隨意亂到廢棄物不僅可能會對環境造成嚴重破壞 環團也表示若農地有在種植食物 民眾把它吃下肚更對食安產生衝擊 一名私信幫派成員涉嫌吸收新展銀行李磚 共謀吸金詐騙超過四千八百萬 檢警日前拘提並傳喚多人道案 訊後私信主嫌遭收押 科興李磚獲四十萬元交保 新展銀行是回應 這名員工已在一百零九年離職 目前全案進入檢調偵查 無法評論 雙北警力集結 除暴特勤出動 大陣仗搜索 當場舉提 硬門男子 頭戴鴨舌帽 雙手上號已送 他是私信男子 四十歲 有幫派背景 涉嫌開公司 從事非法吸金 遭到羈押禁見 更吸收銀行李磚外洩客戶名單 專挑大戶下手 三十六歲科興李磚 在新展服務曾獲頂尖業務獎盃 開心發文分享 檢警調查 從一零八年開始 他就鼓吹客戶投資房地產 標榜年息二十六趴 每月固定配息 被害人初期都有領到錢 去年八月突然停止止付 已有四人見狀報案 初估損失超過四千八百萬 跟他接觸的被害人 說明說我私底下有一個新的投資管道 那比一般市面上的定存可能好一些 證明新轉禮專只要成功一單 就能抽成零點五趴 涉嫌配合黑幫做起壞勾檔 巡後交保四十萬 銀行發聲明強調他在一零九年三月離職 全案進入檢調偵查 目前無法評論 雖然人不在新轉 但至今還在其他銀行工作 一旦涉案情結嚴重 銀行局表示將會要求僵人解雇 指示銀行員一再爆出勾結 布法集團從事犯罪 從轉帳額度提高 再到濫用客戶名單 相關內控似乎還有進步空間 記者陳恆恩 陳常委台北報導 行政院長陳建仁日前在立法院 備詢時表示核電是綠電 行政院發言人林子倫對此特地來澄清 政府對非核家園的立場未改變 核安會主委陳東陽則表示 歐盟對於綠電有嚴謹的定義 他認為核電不是綠電 經濟部長王美花則重申 包括R100與特定供應鏈 沒有把核電視為綠電 一向主張非核家園的執政黨認定 核電是綠電 難道立場鬆動了嗎 陳院長話才收還 在兩側的經濟部長王美花 與國發會主委公民心 分別趕緊搶著補充說明 媒體大篇幅報導陳院長認定 核電是綠電 行政院發言人林子倫上午也火速澄清 政府對非核家園的立場從未改變 並強調核廢料未有妥善的終極處置辦法 上南認定為永續能源 對此核安主管機關 核安會主委陳東陽表示 核電是低碳能源 但並非綠電 由氣候組織等發起的R100 倡議與號召大型企業 致力追求使用百分百再生能源 網頁上明確寫出核能並非綠能 所以是陳院長說錯了嗎 經濟部再幫忙緩甲 院長講綠電講的是應該理解是歐盟 在講綠色融資的部分 博政府似乎未將核能距離千里之外 將來是否使用不會產生核廢料的核融合技術 陳建兒院長表示目前核裂解的發電方式產生核廢料 對臺灣是很大的壓力 因此對核融合樂觀其成 不過核安會主委陳東陽表示 國際上核融合目前在商業運用上還不成熟 記者綜合報導 疫後觀光業復甦 但缺工的問題遲遲未解 旅宿業者就希望政府引進外籍移工 交通部已經將評估報告送交勞動部 初步評估至少需要三千人 勞動部長許明春表示 正在檢視這個評估報告 最快十二月開會討論 疫情過後國內外旅遊復甦 觀光業用人恐急 不過缺工問題遲遲未解 政府雖然沒借中高齡就業 可是成效不如預期 旅宿業者希望政府引進外籍移工 交通部已經將評估報告 送交勞動部初步評估至少需要三千人 外界一律我想不外就是專案協助的成效不佳 那第二個是薪資待遇不足 選工挑工並不是缺工 排擠我們中高齡還有二度就業婦女 勞動部長許明春回應 正在檢視這項評估報告 是否回應外界對排擠中高齡就業 等部分的疑慮 勞動部也會做性別 族群衝擊影響評估後 才會開會討論 觀光署強調評估報告是反應業者的需要 而旅宿業者雖然反應缺工嚴重 卻認為屆時如果真的引進移工是否能快速上工 都是問題 勞團則認為如果引進移工必然排擠中高齡婦女二度就業 政府要三思而行 對此許明春強調會考量各項評估結果 政策小組才會開會討論 時間最快會落在十二月或是明年一月 至於是否有新的移工來源國 許明春證實有一國已經走完行政程序 洽談簽訂備忘錄 目前還不能公布 臺灣和日本都有悠久的鐵道文化 一共有三十二個同名車站 在松山 龜山 觀山 田中站之後 臺中市的日南車站 昨天也正式和日本宮崎縣 JR九州日南站 締結為姊妹站 希望推動臺日觀光的鐵道 促進地方發展 在地表演樂團演奏快樂的初凡 這首源起於日本 在臺灣也耳熟能詳的歌曲 慶祝臺鐵局日南車站 與日本JR九州日南站 締結為姊妹站 日方包括日南市長高橋透 以及JR九州宮崎之社長 中島境界都親自出席 希望能帶動臺日鐵道觀光 日本九州日南站位於宮崎縣 一九四一年開業 是知名觀光列車海信山信 主要運行路線的其中一站 台鐵日南車站 則位於台中市大甲區 一九二二年落成啟用 獨特的木造建築保存良好 被列為試定古蹟 而這也是台日鐵道 三十二個同名車站裡 繼松山 龜山 觀山 田中站之後 第五個地結的姊妹站 它的特色就是沿著海岸線 有一些觀光列車的開行 那將來我們也會學習 他們在觀光列車退展的一個經驗 來做我們在推到鐵道觀光旅遊的 這個一個努力的一個方向 台鐵表示 地結姊妹站不僅可促進 台日鐵道文化交流 還能促進地方發展 由於日南站也位於中部海線地區 未來不排除仿效JR九州 打造海線觀光列車 吸引更多遊客到訪 記者 亞民豐 彭幻群 台中報導 荷蘭的恩和芬科技大學的太陽能研發團隊 日前是打造出全球第一輛太陽能越野車 只依靠太陽能就成功從摩洛哥北部長征 超過一千公里穿越薩哈拉沙漠 雷線造型的馬卡龍綠色車輛奔馳在沙漠中 這是荷蘭恩和芬科技大學的太陽能研究團隊 打造全球第一輛以太陽能驅動的電動越野車 車輛的所有供電不用到充電站充電 以永續的方式依靠車頂的太陽能板自給自足 這次試駕將嘗試穿越薩哈拉沙漠 行走一千公里不斷電 研究團隊從摩洛哥北部出發 穿越干河的河床 茂密森林 沿途還要行走在斗峭的山區小路 跟沙土鬆散的沙漠等 以穿越各種不同地形來測試車輛的性能 這輛越野車座位只有兩人坐 已經能夠合法上路 七天時車輛續航里程超過630公里 一旦切換到越野模式 要行走在崎嶇不平的道路時 續航里程則約為550公里 而試驗的過程中研究團隊還驚喜地發現 為車輛量身訂做的電能轉換器 轉化太陽能的效率比預期的高 讓車輛消耗的能源比預期節省30% 不過試車的中途轉向操縱感一度損壞 需要更換 研究團隊認為要打造能夠應對各種地形的節能汽車相當困難 還要再把太陽能板潛入汽車中 目前更沒有見過 而在未來的五到十年 預計電動車將在全球能源網絡系統 扮演重要的角色 期盼能夠藉著領先市場的研發與創新 改變未來 各位信任 陳順的編引 接著我們起來關心 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報資料 今天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偉人 我們明天同一期間再會 今天的見面 今天的見面 會不會 非常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